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以进出中国 因为政党换冷了之后 变成说我们就已经被受控制了 就不能进出中国了 因为台湾其实市场本身就小 本身就是得靠外销 这也是事实 坚果类本来就是没有含防腐计 运送过程中它会坏掉或者是变质 所以我觉得冷链这个技术 是确定是一定要去执行 或者去精进 国政党其实都很缺农业专业经验 或者是知识的长官 就看谁有在做事 确实会对我们比较有帮助 是真的要对我们很有实质上改善 马英九执政的时候 会有那么依赖中国市场 但就是因为EFRA跟早收清单 让台湾的农产品 大量的往中国市场去走 没有到其他市场 就会遇到很大的阻碍 为什么因为他那边比较没有冷链 他那边的防潜液也比较不完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